我真的對他很幸好 我真的希望法院能夠對他出於重心 你會希望法官判到死刑 在台灣酒駕時尚 死刑 跟無期徒刑 從來沒有這樣的判決 所以你會希望法官這麼判嗎 如果不能夠這樣子判的話 讓酒駕從此真的能夠過此的話 我當然是全力支持 那明明就是 我們那個路口 路口那一球都超越前車 從外車到草原車 草原燈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在過端馬線的時候 我早就在端馬線的中央 但那兩台不理讓行人的汽車 你怎麼可能是事後衝去的功能 這上一次的影片 我們相信大家在網路上都有看過 他居然這樣子功能成熟說 他居然這樣子 犯後的態度 再加上他民視談和解的部分 私底下他的家人 就是在搞脫產的心理 這一切的一切 犯後的態度 如此的不良 我真的對他很心疼 我真的希望法官能能夠對他出於重心 所以你會希望法官這麼判嗎 如果能夠這樣子判的話 讓酒駕從此真的能夠過測的話 我當然是全力支持 我看一個人良心可以黑到什麼程度 你已經把一個家庭 你看到這樣的家貨人喔 連我們家的都拖累下了 真的 我爸爸我媽媽都在照顧我們父母三個人 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全家的收入都是沒錢的 他到底有沒有一點誠意 真的想要對這個被害人 做什麼實質上的幫助 我完全感受 每個禮拜都要回醫院復健 那我跟小朋友的話 看太多的客人 我自己就是 每個禮拜復健個綜藝這樣子 還有心理治療 然後小朋友的話還要看 一樣跟我們要看骨客 要看十二腳正盒 因為我的大女兒 鴨子瘦損得已經到私男的狀態 那這個療程要長達 可能要到三年 在世紀跟人家瘦損得了 不過很後悔 我們要看看到 這一做功勢呢 是不是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